所以沒有文資決議的剛才的議題 我們今天只有談議題 所以大姐,所以我清楚跟你講 我們清楚的再陳述一次 文資委員沒有做這個決定 您放心,第一點 第二個,如果多數爵認為他應該猜 那您覺得呢,我們尊重 會再來的 聽到了,謝謝 好,謝謝 那接下來我們是不是請護術團遊藝的夥伴 是哪一位? 我們發言順序的部分 護術團遊藝的夥伴 不好意思,那下一位王通先生 遊藝先生現在在香港,他剛剛LINE我 他在香港,他不方便回來 所以我暫時代打一下 我跟各位介紹,我是大巨蛋的里長 也是這裡的七分所有全人 所以我抱怨兩句,好不好 過去的政府 想辦法把這些量體給開發起來送給財團 那簡單來講 現在我們的柯市長 是為了自己的政績在打拼 想辦法把這些量體把它推大 擴大 即使他是要送給全台北市民的 其實現在還沒那麼惡劣 但是呢 對我們當地居民來講 真的是我們也是委屈的損失了 嚴格來講 本來我有去查過 這邊矮房子的時候容積率是一百六十幾 那你現在 很努力的把它往上推 要推四百五三百五三百 好像叫麥哥在用法 你知道嗎 事實上是不應該這樣 這裡面的基準 我覺得最好騙的就是 我們全局長最好騙 這交通一直都用騙 過去現在交通的壞 都是過去一路上都用騙的 你知道嗎 多萬幾人來 你如果說 我道路服務品質的一樣 你騙幾個不吃水 對不對 比較實用就是這樣 我們今天可以這樣說 這台我們沒有做三百的開發 我們要做公園 台下室 全部我們都要做停車場 把所有的車都拿起來 我們這裡比多漂亮 讚 對不對 你現在用騙的 去說我怎麼算 使用前 使用後 現在這樣 把你夾夾之後 夾七百幾個 我們這個地區 拐兩千尾三千尾出來 也不夠 對不對 大家是不是為了停車的事情 很可能 對 稍微有幾個 去緊緊 拐緊緊 對不對 這是我們最痛苦的東西 你這樣把我們用騙的 我這樣 把我開發下去 開發下去 夾七百幾個 我們就很開心 不要這樣騙 夾萬幾人來 人坐 車就坐 那些 相對十一組成的事 都出來了 我 你待會兒 你騙我叫我 不敢贏 所以我今天 我來跟你說 誰是誰 誰把我騙過 我都會記得 這裏面 國長裏面 林局長 叫小松露 最專業 我們今天 真的 現在 大家 大家想要這樣 要把柯政府 要把他摸到處 頭一個要討的就是林局長 他真的叫小松露 他也騙最少 這就沒辦法 為了政策 這沒辦法 但是 蔡局長 我給你記 你真的 你騙得很辛苦 我為了你 頭部賣很多 我市政座談 你也幫我放職 對吧 局長 那個市長到現在 也不會給我回覆 對吧 你 市長 你在說 謝謝 一個月裡面 希望林局長 整合 對我 那個 勝功 謝謝 謝謝 部理長 到現在 我提起的事情 沒有一條 整個民進局 我閉起來 好 我希望你正視這個問題 謝謝 是不是請王通 先生 王通先生 王通先生 在 這邊 謝謝 王通先生接下來是 林美軍理長 請準備 請市長 和各位 一條 上司 保留公園 是 全民 為 他的 訴求 那 有這麼困難嗎 嗯 那 恐怖之公 弄我弄 已經弄 弄我弄 已經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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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 但是 在這 都沒有 這個 現實 和醫藥 的這個 小孩 等 中 來 這樣 活動 沒有這個 休息的所得 所以,本來,本來, 店面這裡已經,店面大了,買九十年了, 不簡單才有一個公園, 黃衣才有一個公園, 人家的稍微運動, 現在提供什麼公園要廢掉了, 讓我們本來跟全民真是失望, 所以, 請市長, 人家說這樣,為了失誤, 要來給全民失望, 請市長, 我們人跟全民做要求的, 會在頭部留下這個公園最大的希望, 謝謝姑娘。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林美君理長, 那接下來是江亦萍女士, 我們先準備,謝謝。 市長,以及各位長官, 還有各位今晚理會的民眾, 各位晚安, 我是台北市信義區中行理理長, 林美君, 今天晚上真的很開心可以聽到說, 市府有幫忙減半了我們的那個住宅, 到了1562戶, 那還有至少有1000個停車, 會可以給我們周遭的居民使用, 那希望未來還可以帶動我們周遭的一些停車場的設計, 這些我們都有跟區張談談過, 對, 那再麻煩你們幫忙一下, 因為我們這附近全部都是老舊社區, 你們也了解, 我們的停車的問題真的很需要很大的空間在, 那再來就是還是希望市府可以拿出最大的耐心, 之後再拿出最大耐心跟我們有意見的民眾或者是團體, 一一克服困難, 我們真的很歡迎行政中心進來, 大家等很久了, 對, 已經延宕多年, 好, 再來就是, 有一個問題要提出就是, 剛剛我們那個局長有講到, 有兩個出口會跟我們一起共共, 那因為大家知道這都是一些社府的中心, 還有我們這邊的居民真的是高齡化, 那這個出口的話是不是要記得設計那個手扶梯, 好, 還有那個電梯這些都要記得幫忙要保留, 要記得設計, 對, 因為我知道目前有一些出口, 緊密出口有的, 有一個有, 那另一個可能就沒有, 嘿, 我們這裡有兩個, 兩個出口, 所以我希望是兩個出口都要有手扶梯跟電梯, 以供我們那個老人家使用, 或者是有身心障礙的人可以使用, 這是我最大的希望, 謝謝, 謝謝你們這下集,